索马里发现的一块巨型L-Alley陨石 因其着六点靠近L-Alley震而得名 它重达15吨 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陨石之一 科学家发现 它隐藏着至少两种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新矿物 引起广泛的兴趣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的一个研究小组 在检查一块2.5盎司70克的太空岩石时 发现了这两种新矿物 将其命名为精英油Elleliate和石英石L-Alley Elleliate代表发现陨石的城镇L-Alley 而L-Alley则是出自NASA即将执行的探索 小行星Psychic任务的首席研究员的名字 林迪·埃尔金斯坦顿 林迪·Alkenstanton 阿尔伯塔大学的地球与大气科学系教授 陨石收藏馆馆长克里斯GF-2027 GF赫德·Chris Hurd 在11月28日的一份声明中说 每当发现一个新的矿物时 他就说明地质条件及岩石的化学组成 与以往发现的都不同 这正是令人兴奋的一点 在这块陨石中 研究发现了两种科学家从未见过的矿物 赫德11月21日在该大学的太空探索研讨会上 介绍了该团队的发现 研究的下一步将探讨该陨石是如何形成的 虽然这颗陨石最近才引起科学界的注意 但据报道 索码里当地人知道 它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五代人以前 只有一小部分陨石被提取出来 用于研究 据赫德说 研究小组听说 陨石的主体已被转移至中国 并可能在那里出售 科学家们仍然希望能得到更多这颗陨石的样本 现已确定可能还有第三种新矿物 这块来自太空的岩石可能隐藏着更多惊喜 这些新矿物可能会引起地质学界和天文学界以外的兴趣 如果有一种已知的新材料出现 赫德说 材料科学家也很感兴趣 引起可能被用于更宽广的社会领域